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所谓一日三早,百岁不老 红枣有什么好呢? 众人解枝 红枣是一种有益健康的保健食品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食 因为红枣的味道是特别好的 而且它的颜色也是非常鲜艳的一种 肉厚但是完全不腻 再加上它本身的营养成分特别的豐富 所以如果吃下去的话 养生效果会好很多 所以特别深受每个人喜爱 经常食红枣的话 它也是可以让我们的体能增强很多 也是一种详细鼓励的效果 它里面的蛋白质和脂肪 以及维他命特别特别的豐富 多食一点的话是可以补充我们的义气 也可以锐费生金等等等等 最关键的是它里面的维生素P的含量特别的高 可以算得上所有蔬菜水果里面的手帮 它是寄用一种维食我们毛细胞管通透的效果 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情况 防止我们的动怀营化 防我们人体代谢调节 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增强等等效果特别的多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它是素素可见的 有些人比较吃生的 可以直接拿起来吃 或者是干吃也是可以的 每天给它吃上几颗的祸呢 是真的可以缓解衰老的 而且也可以对抗各种各样的疾病 但也有不少的朋友呢 也是比较喜欢把它熬成粥 就比如说煮粥也是可以的 很多人喜欢泡沙 也可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饮品 其实家里面呢 可以多备上一些红枣 当然啦 把红枣呢 和它同时一起吃 那可是要认命哦 这样子每吃一口呢 那可是相当于在 吃披霜的八十杯 可是有很多朋友呢 都误认为 这样子吃红枣 是滋补品 就在近日呢 湖北武汉 一名男子用红枣 爆汤进行滋补时 当喝不到傍晚的这种红枣汁补汤时呢 喝下傍晚的这红枣汤 突然间就感觉肚子呢 有点隐隐抓通 但是呢 也没有在意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疼痛呢 真的是越来越激烈 是等到凌晨12点时呢 痛得满头大汗的张先生 早已经被家人给他送到 武汉市的第十医院纠正 经过医生 几个小时的努力呢 最终这张先生呢 幸好化险无疑 不过听完医生的讲解之后呢 才知道 那红枣是不能与他一起使用的 没想到一颗小小的红枣呢 竟然能遮住这么大的一个麻烦 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算那么一点点的 就把自己的生命呢 给它战胜掉了 太可怕了 那医生在这边呢 再三提醒红枣 谢记不能与他一起使用 不然的话呢 那可是等于在十匹上的几十倍哦 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是有很多朋友呢 都误以为是普平 以后呢 千万千万别再傻傻的翻说了 虽然说一日三早百岁不老 红枣常识呢 对人的身体好处特别多 但是呢 大自然的奥妙呢 就在于相生相克 即便红枣也不例外 它也是有天敌的 那下面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红枣的天敌有哪一些呢 下面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吧 红枣呢 天敌有大松 经常把红枣和大松配在一起吃 没有流鼻血 已经算你运气不错了 红枣呢 能补皮可微 易戏神经 知心润肺等 但是红枣属于性肝心热之物 而大松呢 是能细除着青灿的 宿机消化液的分闭 神额增进十一 但是大松 它是属于心热助化之物 红枣配大松 可是十分容易导致着脾胃不和 同时还会增强火气 对于容易上磨体质的人形来说 是非常的不利 非常的危险 懂了红枣的天敌有牛奶 牛奶是人体化系 优质蛋白的优质来源 而红枣的维生素C含量也是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将这两种结合 起来 并不会是营养翻倍 反之会降低大大的营养 红枣中的维生素C呢 它能够以牛奶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 使蛋白凝固 节省快 既不利于蛋白的吸收 也不利于伤胃的调力 红枣和牛奶之间呢 先问两者不要给它搭配在一起使用 如果特别想吃的话呢 咱们中间最好间隔两三个小时 倒在盲目的乱世红枣 不然每吃一口那都是披霜的几十倍 三种天敌呢 有虾和穴 这个虾和穴中含有五价生化合物 如果与红枣同时 那么可是十分容易导致着 五价生化合物转化为三价生化合物 那么它就是有毒的 如果伤细搭配 会使人体贬义力下降 甚至会患上不治之中 验证的话呢 可能会随时咬了你的兵 第四种那就是动物的肝脏 大家都知道 动物肝脏是补血的好东西 而红枣是补血的好食物 但两者结合起来 也有大问题 动物肝脏中的营养素酮 还有铁等会将红枣中的维生素C氧化掉 然而也会是营养大大流失 六呢 就是连鱼 如果连结了自己的头发太多 就尽管把红枣和连鱼配在一起吃吧 这两种呢 食物搭配在一起 常期使用呢 会造成大量的脱发 而如果短期大量使用 则会腹痛 欧吐 食物中毒等现象 第六种那就是萝卜 萝卜的抗环血酸酶呢 会造成这红枣中的营养生素被破坏 对于享用红枣 滋补身体的人来说 这是极其不利的 相生相克 是放肢 是害血酸的道理 上面的这些食物呢 都是红枣的天敌 大家使用时呢 千万一定要留心 虽然说红枣呢 非常的滋补 非常的美味 上师对我们的身体 也是非常的健康 但是如果硕士将它搭配在一起使用 那可是 这披霜的几十倍 最严重呢 那随时都能要了你的兵 那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留所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的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一样的养生知识 感谢您的观看